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台湾媒体报道 KBS演技大赏颁奖典礼昨晚 在KBS后如一岛KBS后登场 搬到台湾时间凌晨1点才划下句点 上一届大赏由太阳的后裔宋仲基和宋慧桥拿下 宋仲基金以颁奖人身份出席 被问到老婆去哪了 他修达 本来一起来会更好的 但因为他有别的行程 所以老公我代替他来了 他也表示因为太阳的后裔遇到了 最爱切相伴一生的人生伙伴 像说 Thank you KBS 大赏由爸爸好奇怪金永哲 我的黄金光辉人生千虎真获得 KBS演技大赏另一焦点是朴逝后 他四年前曾遭遭控简师性侵 尽管最后被判无嫌疑 仍重措施 一 直到今年接下长篇连续剧 我的黄金光辉人生 开拍当时虽引发反弹 但日前收视40% 深获观众喜爱 竟在典礼上拿下长篇连续剧 优秀男演员奖 同剧女主角深获善获得优秀女演员奖 泪洒舞台 朴逝后成功翻身 他眼眶泛蕾发表感言 回为六年在KBS拿了奖 每次看着颁奖典礼都想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站在那个位子 上 我至今都无法相信 他接着表达感谢 谢谢粉丝和家人 在我最辛苦的时期陪伴着我 也谢谢给我机会站在这里的导演 编剧们 我今后会更加谦虚 并用真挚的演技来报答大家 深获善在台下听朴诗后一番感言 以泪流入意 接着换他拿下优秀女演员奖 他更是哭到一度无法发言 云化的月光朴宝剑 和金女真心拿得为颁奖典 理合体 颁发最优秀演员奖 男演员由金科长男公民拿下 他在隔壁台SBS演技 大赏也拿下优秀男演员奖 可说是最大赢家 女演员奖则有爸爸好奇怪理又理 魔女的法庭政令员共同得奖 本文来源 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 陈少杰 B6952 分享 在相关阅读冯小刚 吴京跨年对话 中国电影精彩热闹游的乔网 亦娱乐1月1日报道 12月31日 冯小刚 吴京出席电影频道跨年晚会 共同上台发布2017年中国电影年度核心数据 吴京作为新进导演 希望自己去学习如何拍出世界级的电影 而冯小刚则向那些十几年不经常进电影院 却观看了《芳华和战狼2》的观众鞠躬感谢 冯导用一句话总 结刚刚过去的一年 2017年 中国电影够精彩 够热闹 有得瞧 本文来源 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 李同 NK4455 分享 在相关阅读 芳华主人公园形阳会曝光 年纪60岁 颜值比女主还高 来源 据说娱乐冯小刚的芳华 最近 掀起了难得一见的白发观影潮 票房破十亿 把冯导高兴得不行 前段时间 在电影的宣传活动中 芳华里的文工团队兵 原型们也应邀集体参加了 这些芳华绝代的美人们一出场 就把剧长惊到了 二十几年的时光 对别人来说是杀猪刀 对他们就真是不知道时间都去哪了 竟然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尤其是当年担任草原与民兵的连长杨卉 颜值简直比吃了防腐剂的女星们还能打 冯小刚感叹 二十几年不见 当年的愣头青们都变成老头了 但美人们还是这么光彩照人 1978年加入原北京京区 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的杨卉 已经58岁 但脸上还是满满的胶原 但白鹤精气神儿 不少网友说 这位阿姨的照片千万 别让自家亲妈看见 不然妈妈会自卑的 但局长想说 别说广场五阿姨们了 局长我见到也自卑了好吗 上天真是独宠美人阿姨 好看的人真的会一辈子好看 看电影的时候 局长还怀疑 当年的女兵们真的有 现在的女演员们这么美吗 等看到这些女兵的现实原型 局长就浮起了 人家 是真的美啊 岁月这把杀猪刀阿 果然只杀猪 不杀仙女 电影的最后 萧碎子的旁白说原谅 冯导说 第一次看见这些女兵们 跳草原女民兵 她就被震撼了 在重逢 女兵们不止原直经了起考验 舞也是说跳就跳 阿姨们用亲身证明了 坚持跳广场舞的重要性 节目里 杨慧还带了当年又能当蔬菜 又能当水果吃的经典 唐扮西红柿 当年的少男少女们 最想给暗恋对象 送上的就是这样一盒美味 冯小刚说 她具有这样一种西红柿情 且 她最喜欢看女孩子们 咬一口西红柿 又做一口的样子 没急了 所以电影里 削碎子吃西红柿的镜头 好几次剪辑是建议要不要剪掉 冯小刚都坚持要留着 到现在 西红柿鸡蛋汤 糖拌西红柿 都在冯小刚的菜单上 现场杨慧亲手给冯小 刚拌了和西红柿 圆了冯岛当年的梦 吃着女神拌的西红柿 冯小刚感慨 当年要有你给我送西红 是 多好啊 要知道 当年冯小刚基本只敢远远地 看着这些舞蹈队的女神们 很少有机会 能和她们真的说上什么话 结果多年后 因为一部芳谎 冯小刚终于能在一群文工团 女兵的围绕下 坐在马扎上 吃了一颗 和她们亲手包的三鲜水饺 这才叫追星的最高境界 谁说老一辈的人不懂浪漫 这用一部电影来圆梦的大招 简直了 分享 在相关阅读 这一部电影来圆梦的小鲜水饺 这一部电影来圆梦的小鲜水饺